收看的是三立財經台 各位朋友午安 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帶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范英華 我是缺領帶 好 領帶哥哥 今天這個台北股市 又要給他拍拍手了 連續四天這樣子往上攻 都拉出了紅K棒 哇 真的好厲害喔 尤其今天呢 這個之前一直不動的 全值股竟然發揮了 今天包括在台積電 哇 這個也是漲了一大段 紅海啦 這個投資人心中的痛 今天總算是 有點比較像樣的表現 上漲兩個百分點以上 這是87.8塊錢 今天呢 包括了在這可乘 在紅准的部分 也是蠻厲害的 強強棍的 上漲了3% 就是在可乘的部分 那麼大力光我們來看一下 大力光也是非常厲害 5% 你看這股王可以漲成這樣 再創新高 好 要怎麼來觀察呢 今天會不會全部資金通通都跑去 所謂圈子股 大型股 高價股這樣 對 有這個現象 因為這個尾盤 台積電1萬多張 1萬多張 那今天指數可能最後還會再 突破100點 我們要最注意 最主要是要看到一個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漲青板的加速好像也沒那麼多 大家注意一下 並不是說漲青板的加速很多 漲青板的加速好像也沒有那麼多之外 也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大力光 我們馬上倒不動 看到大力光漲的5.5% 然後鴻海今天終於有一點 有一點樣子了 有一點樣子了 這很不容易 那麼我本來就懷疑說 這個鴻海是不是漲青板 只有3.5% 你這樣少漲都不動啊 這個樣子好像漲青板那樣子 對啊 那還有就是台積電 233也台積電 投資朋友 事實上你會做股票 台積電雖然比較溫吞 不過你把台積電如果還原全值的話 台積電在歷史的高點喔 所以 綜合這三個中量級的股票 就是我們底下 歐洲央行QE超乎預期啊 超乎預期 所以外資 這個要回來 那歐洲央行的這個 大家記得一件事喔 歐央行的QE的話呢 所以歐元出現極貶效應 昨天的歐元貶到了 這十一年來的低點 甚至到盤中 我看到1.12都看到了 那現在大概1.13吧 因為貶破1.15了 那可是我們要看到 這個看到台幣啊 卻是升值的 所以在這邊你再想看看喔 歐洲央行QE之後 當然這個歐元貶值合理 那資金這麼大 這麼大 估計這個1.2兆左右的 這樣未來市數到這個市場上 那錢啊看到新台幣升值 他會不會來台灣 錢進台灣喔 對啊 這就有道理啊 所以我把它這個叫做資金行情 這個叫資金行情 投資朋友 注意喔 一些 我前幾天就跟大家提到 這個資金行情的效應 很好 我們先看到證券類股 來看那一檔 我昨天還特別跟大家提這一檔 叫做6022的大眾證 昨天還跟大家提這一檔 昨天還特別跟大家提這一檔 今天創新高 有沒有看到 證券股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 我投資朋友你會覺得說 我講的東西都跟大家不太一樣啦 這個 我們看2603 2603的這個長榮 日K線一下喔 那麼長榮 縮小縮小就好了 縮小就好了 之前漲那一段啊 也是我在店上講的 嗯 你看我在講的 但是我跟他講說 我認為油價可能短時間會 有一點觸底的效應喔 所以我就這個高點 我們就慢慢出脫了喔 我跟大家講個重點就是說 也許你認為我講的都不太 跟市場不太一樣 但是我講的都是 直接命中的 我們今天有第12支漲停板 那一支叫什麼 立特啦 立特又漲停了 又漲停了 這個你很難想像 他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這個行情啊 過了農曆年的時候 會整個噴出 這個原因是因為大戶條款的凍結 到目前盤面上 還沒有完全發揮效應 還沒有完全效應 但是外資啊 外資急著要進來了 這個量會越滾越大 量滾大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證券類股會先變成 今年最大的轉機題材 證券類股 注意喔 今天大眾證差一檔 就漲停了 我昨天還特別跟大家講這檔 所以資金行情的啟動 絕對有利於這一些 還有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在這邊堆砌 慢慢資金堆砌的時候 指數你也不要想說 因為我們看一下 加全指數的日K線 有沒有注意到 稍微放大一點 你看到什麼 它連續三天跳空喔 你看 這在台北股市啊 這大概十幾年來 也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 這什麼意思呢 這技術面是全面的多的 全多頭 全面的多頭 投資朋友還在想說 投資朋友你一定要問我的 也許明天會稍微震盪整理一下 因為連續拉了三天 對會不會 對會啦 9500也到了 明天就這樣 下禮拜一啦 對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如果 但是下個禮拜 低價的這種中小型股啊 反而會飆得更凶 因為權重股一定是先來 是 權重股啊 過完農曆年之後 還有呢 下個禮拜就月底了 我們的金管會主委 還會再出招 一月初就跟你講啊 外面要出交啊 對不對 這個資金會越滾越大 那資金滾大的話呢 還有一怪就是我說 那個大戶啊 條款凍結三年啊 因為他在這個 十二月底才通過的 然後呢 那個這個 也面臨到這個 這個歐債 歐洲的 歐洲的量化寬鬆的 這個時間點啊 還有希臘的問題啊 那你說到二月初的時候 馬上就面臨到 這所謂的農曆過年 還有品種資金的壓力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一個重點說 這個在過完年整個 農曆過完年整個會衝出來 那你也不要 寄望指數說 每天像這樣 每天都一百點兩百點 不太好啦 這樣起得快也不好啦 長那麼快也不好喔 你這個低價股的話 會在下個禮拜 甚至在 這個農曆過完年 整個都會噴出來 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這個 這個是什麼 3051 再看一次 然後再來看 泰金堡 泰金堡 你不要以為他們沒有量喔 現在是沒有辦法 現在是那個3051是沒有量的 那鎖單鎖的很多 它之前量很大 你把這個泰金堡底下那個量 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泰金堡是很有量的喔 所以它只有幾塊錢 這個都是一個 未來的很明顯的一個範例 一個很範例 它打開 然後就在鎖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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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量一直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像這一些有沒有 投資朋友你要注意 但是你要注意 沒有基本面的股票 你就別去想了 有些股票因為 故意拉3285來看一下 現在就 這就開始大幅拉回了 比較沒有 沒有基本面的啊 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講 現在的業內大戶 現在會掌握到3051的這種模式 它公佈這個 漲一段的時候 交易所將它公佈財報 它公佈的時候 反而是怎麼樣 是助長 這個模式的話大家要留意 就是說 這個業內你要做股票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基本面好的 還有我在最後還是要強調一下 證券股會是 證券股會是今年 今年會有量 搞不好 可能還要開放這個漲跌50% 量會不會 漲青盤還可以再多3%出來 7%不是變10%嗎 那會再一直滾量 會再滾量 那時候 這樣的一個架構的時候 證券股會變成今年最大的轉機題材 好這個我們待會兒還可以再繼續講 這個收盤 我也是要請這個 易娃幫我們報告一下 好今天在這個家庭結束的部分 我們最後面收盤收得很漂亮 9470點 94都已經站上了 直幣9500大關 今天是上漲了101點 漲幅的部分是來到了一個百分點以上 有多久沒有看到這樣子的行情了 那麼接下來 到底要怎麼來期待一些相關的個股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2015 La New 陪你健康一整年 行車好禮 賣3,600 運動鞋免費帶回家 讓你開心過好年 La New 台車國際新車大展 1月16至25號 就在草馬工商展中心 Spinning round Spinning round Daisy I's a mess 連連有餘 多保險 恭喜發財 新年好彩頭全都在HOLA 現在滿3,800送300 裝點新年問HOLA 台車國際新車大展 1月16至25號 就在草馬工商展中心 冬天到了 好想用暖氣哦 大丈夫 現在買大金冷暖變平空調 現買現扣最高2000元 單冷冷暖銅價 溫暖你的心 夏天舒適 像現在 紅衣吉邦大金 2015 La New 陪你健康一整年 新春好禮 買3,600 運動鞋免費帶回家 讓你開心過好年 La New 我是廖正翰 工作市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 到底誰能全程理先 江黃優幹養身純毅 就是我工作全勝的秘密武器 守護元氣 讓你絕不漏氣 天天喝 加班一籌錢 再一瓶 聚當囧太郎 台速生衣 買家具不用東奔西跑 品牌聯合低價回饋 歲末最強檔 儲就不欣 23到26 高雄家具採購節 低雞精 低雞精 要選零膽固醇的 有比較營養嗎 好吸收也很重要 而且很好喝哦 吃這個會不會安心 是 來跟我來 每一罐古傳低雞精 都有新分證耶 還通過這麼多項品質認證 算是很費工 不會輸得快 是古傳低雞精 讓我們都健康 冬天到了 好想用暖氣哦 大丈夫 現在買大金冷暖變平空調 現買限扣最高兩千元 單冷冷暖銅價 溫暖你的心 夏天舒適 趁現在 紅一吉邦大金 歡迎回到台股新攻略 剛剛我們也說到了 在今天來說的話 的確啦 是這個大型的全值股 或是高價股的天下 但是其實小型的低價的 今天如果真的是強勢的 他還是依舊繼續在表態 那麼接下來呢 典大哥剛剛說了 可能到目前為止呢 持續下去的 還有 農曆 這個封關之後哦 這個開紅盤之後 可能還有延續性的 還是一些低價股 這些低價股怎麼來鎖定 好 這個 這個很大的一個範例 要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哦 今天啊 我想你天天看我節目之後 這個這個股票 我們待會兒還在跟大家講 今天這個 這個主要今天利特 十二字掌停了 十二字掌停了 一個人手指也不夠十隻而已 不夠數 不夠數了 你看看 這個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跟大家講 這個這個 這個利特是他六塊錢 還沒有動 是在這附近 在這附近 還沒動 待會兒我拿那個給大家看 還沒動 但是現在到這裡了 所以我說 還有這個 還有下一檔的利特 你要怎麼去做他 那一樣我們來跟大家講說 這個禮拜最重要就是 明天 明天的這 明天後天這兩場 那麼有台中 禮拜六的台中 禮拜六的高雄 早上下午 那禮拜天的台北 禮拜天的桃園 這四場 那我們因為 歲末年中啊 投資朋友 我希望你來聽聽看 因為 已經快要噴出了 投資朋友 很多人都有一個疑慮了 老師 九千四九千五還能夠買嗎 投資朋友 永遠是繞在這個框框繞不出來 等到你真的要買的時候 搞不好萬點一路拉上去了 你就追高了 股票市場上把握的是當下 尤其現在資金行情正在啟動 道琼工業指數 一萬四千點 就是歷史高點了 你現在看到道琼工業指數 快要一萬八了 投資朋友花很多時間 把自己綁住 這樣也跟人家做高票 到最後受不了了 就趕快去追股票了 然後又套到高點了 最近到這幾天啊 都看到融資還慢慢在退當中 這就可以難以 可以想像說 投資朋友是怎麼心態 還有人還在放空 這個都不對 我還是跟大家講 歐洲股市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基本面最大的問題的德國啊 一路的一萬多點 一直在創新高 那你還在想空 你不用想空的話 你的問題不在那個 是你怎麼樣啊 接下來低價的股票 你前途會很廣 你看看這個啊 這個應該說 第十二支的那一個畫面 待會再拿 這個從 從這個低檔漲下來 漲上來 從低檔漲上來 已經十三塊了 已經看到十三塊了 你只不過一個月的時間 半個多月 十幾個交易日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漲一倍了 漲一倍了 所以我說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來聽聽我們的 看看我們怎麼跟大家講 禮拜六的早上是台中 下午是高雄 行情啊 現在一千多億 一千兩百多億 都慢慢出來了 好 台北跟桃園 來再來看看 第十二支漲 下一檔你要跟上 我們還準備了福袋 還有什麼樣的股票 還有呢 這個禮拜 我們的這個研究員 我們公司 我們有很龐大的研究團隊 要去拜訪這個 利特的董事長 跟他聊一下 會指出更大的一個 新的方向 或者相關的 還有哪一檔的標馬股 跟利特 是同樣的 這個情況 產業的格局 這些公司的老闆 他們都很清楚 這禮拜 因為我們公司有週刊 這禮拜我們要去訪問這個 這個老闆 利特的老闆 董事長 應該說董事長 那跟大家 這個第一手的消息面 我們帶到這個會場 來跟大家講 也就是說 這個禮拜我們有福袋 那明天的台中 明天台中 那跟高雄 那禮拜天的 台北跟桃園 希望投資朋友 能夠這個 趕快 搭上這個 這個最好最好賺的時候 大家如果你懂KD指標 有時候大家都有猛點 KD在80以上不是要下來嗎 後來最最兇悍的 都是KD在80以上 他一直頓化 那投資朋友一直不敢做 然後一直浪費時間 等到你受不了 跳進去的時候 又是靠點了 我跟大家講 這個行期現在才要開始動而已 這時候才要開始動 過完農曆年就整個噴出了 請你務必要把握 來 這個一碗 麻煩這個指數的收盤 好 今天在這個期貨市場部分 這個台子期的部分呢 是稍微在尾盤 又往下壓一點點 最後面收在了9461點 今天的漲幅呢 依舊是來到了0.7%以上 但今天最強的在電子期 好 電子期的部分呢 收在了380點左右 就漲幅是來到了1.4% 今天是最強勢的 那麼今天開高走低的 就是在金融期了 所以我們收在080點 這最後的上漲格 就是來到了0.3%左右 好 就是在期貨市場 今天的這個最新表現 不過在今天呢 的確啦 這個期貨 也算是還蠻亮眼的 那麼鼎泰哥 剛剛推歸到了 我們接下來呢 農曆封關之前 那麼可以延續到 所謂的開紅盤之後 這些個股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一直買不到的利特之外 還有其他的嗎 當然啊 有利特具有範例 這個就所謂的copy的方式 那麼我說過利特 它很大的特色 我記得我在跟大家講 利特的時候在這裡 它有很大的特色 你看看 除了你看這是什麼時候 還記得我跟大家講 日期 照到日期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1月7號 1月7號 1月7號 然後它開始漲 開始漲 那我們的超版軟體裡面 也都有這樣的技術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利特的技術面 來 3051 你看就知道了嘛 它什麼時候開始動的 你看就知道 來看一下 你看看 12月27號 有沒有看到 就這一邊開始動 當然啦 因為我們有客戶的因素 所以我們不玩局的時候 是在這邊 不玩局的時候 大概越遠越出的時候 才在跟大家提到的 而且我當初把它形容為 叫做華雅科No.2 我當初就這樣形容啊 那這個價位也是六塊多 我們看到這個六塊嘛 六塊這個地方六塊 還是六塊多嘛 六塊多 所以六塊多 你看一路都沒有 一路都沒有下來 而且啊 還搭配我們在電視上 跟大家講的 搭配我們在電視上 跟大家講的這個 你看到 一路上來 這個指標 軟體 技術的指標 搭配我們的研究船隊 細心的研究 到今天利特市 第十二支掌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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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軟體多好用 軟體多精彩多好用 一般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一般的操盤工具啊 都只跟你講 紅買綠麥而已 對不對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哦 我再講一遍哦 我們有文字係數 還有電視上跟大家講的哦 這一段是還沒有動 這個叫布局 我經常跟大家講 這個是叫布局 那現在你根本沒有賣點 你看老師這個為什麼不見 這都是跳空漲停啊 跳空漲停 這些都是跳空漲停 這幾天也是天天跳空漲停啊 漲到這裡十三塊半了 十三塊半了 那就是我們跟大家講 十三塊半了 這邊是六塊 這邊是六塊 這邊是六塊啊 六塊多嘛 我們是在這個附近嘛 這附近 布局的 那開始出量 有沒有 那是你當時又覺得這個量很大 錯 到現在啊 量最大的不是納米 那現在是沒有量 要天天跳空漲停 已經掉了 第十二根了 第十二根了 第十二根 連續的漲停板 十幾個營業日啊 你從六塊就變成十三塊 多少 就是一倍 就是一倍 這樣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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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好的範囲 它告訴我們什麼 像利特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在這地方 在這地方出量 在這地方出量 在這裡哦 是在這裡出量 那才短短的 這個這邊出量 就是交易所 叫他公布 叫他公布 叫他必須要公布這個 因為他漲上來了嘛 叫他公布 也不對 應該是月初的時候 這邊 在這邊 叫他公布 十一月的 EPS 不是營收 營收每個月 大家都知道 要公布當月 是賺海培 要賺是賺多少錢 就公布之後 用大好 開始駐漲 這一段就是駐漲 我們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經常就會透過 透過這個畫面 來跟大家講說 你看這個是 期漲六塊多的時候 期漲六塊多的時候 然後這個 整個架構就 越來越明顯 來看一下 你看這一段過程當中 來 每一個動作都很紮實 每一個動作都很紮實 來 第二個接下來呢 你看看 有沒有 開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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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都買得到 因為這裡還有黑棒啊 這裡還有黑棒啊 這裡還有黑棒啊 接下來呢 有沒有看到 第三支漲停 還有黑棒啊 有沒有看還有黑棒嘛 奇怪就不太出現黑棒 交易所叫它公布啊 就在這邊公布的 公布之後呢 來 就開始漲停了 公布之後開始漲停了 有沒有開始漲停了 然後呢 這是第5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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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第6根 這是第6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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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七根 这是第七根 这是第八根 这是第八根 这是第九根 这是第九根 这是第十一根 这是第十根 这是第十根 有够多啦 这是第十一根 这是第十一根 今天第十二根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同志们我们做股票一定要 要有一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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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今天这是第十二根 这是第十二根 你看板子都多到都不知道怎么拿了 第十二根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啊 也有这样的标马骨 同志们你要不要跟上来 你要不要跟上来 你要不要跟上来 要不要跟上来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在这个会场上 会跟大家讲这个内容 包括我们今天 这一两天假日的话 去拜访他们这个 因为我们研究团队要出周刊啊 那还有新的消息面 我们这个礼拜 都会慢慢出炉 像利特这种 这种模式的股票 所以我会利用啊 我们在这个演讲会场上 早上 礼拜六早上的台中 下午的高雄 礼拜天的早上台北 下午是桃园 很重要的时刻 同志们 行情即将要好好的 在这一段时间 你好好的布局 过年之前先赚个红包钱 过完年之后呢 这个上上整个会喷出 我们知道业内主力 现在在做什么 很多很多好的观念 来到这里 像我昨天 像我昨天 你绝对没有想到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什么 来 这是我昨天 昨天我还跟大家讲 今年最大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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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边我们就一路 这样跟大家讲的 今年最大的转机 今天 今天这个不是留上影线 这个因为我来的时候 它已经运好了 今天几乎是 差一档涨停收最高 整个僵局都突破了 今年最大的转机 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我们软体上也有 我们跟大家提到 中国大陆最大的这个 这个券 这个光大证券 有没有 这个不是最大的 就是说 它算是长得比较少 它是最大的证券公司 当它发挥效应的时候 这个叫光大证券 光大 最近因为他们在控管 所以进入整理 这一段 单单这一段 这是九块钱 这里是九块钱 这里是三十四块 短短的 大概两个月左右 涨得快要三倍 如果 台北股市变成 有资金动能的行情的话呢 证券股会不会从现在 蹦蹦蹦一路飙 而它才十几块而已 它才十几块了 一个月前 它也是在九块多 慢慢攻上来 当时候中国大陆的光大证券 在那边开始动 就是说 我们也可能跟着这样 跟着中国股市的证券内股 这种模式 一路狂飙上去的 那这个架构在这里 在这里有没有机会 头上边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只有我们在台北 全台北股市 只有我们会跟大家讲 这种股票叫做证券股 今年最大的转期 我每次去演讲 投资人都跟我讲说 老师你讲的内容 怎么跟 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 怎么跟不太一样 没人在说这 你说这 人家没人在说 说张元 没有人在讲张元 没有人在讲张元 这是那时候正在讲 今天已经涨到这里来了 这两天已经涨到这里来了 我看看我应该有带吧 我把它找出来给大家看 张元 已经涨到这边来了 已经涨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看到 已经涨到这边来了 那慢慢的再突破了 那因为欧版的QE的话 可能会让贵重金属 黄金现在持续在涨 贵重金属 或者说在LME的这些 有色金属 中国大陆有色金属 连续标了好几天了 会不会让他直接再供上来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我们的内容 跟大家讲的不一样 一定是有道理的 其实这一棟要今天整理 今天整理 也是涨上来一段 这个刚开始要动而已 这刚开始要动而已 刚开始要动 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刚才说的张元 是今天来到这里 原来压在底下的看板 今天又过高点了 没有跌 量出量了 滚来滚去 下礼拜搞不好就 再喷出了 这个你看到都是十几块的股票 你看到都是这个中低价位的股票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还有呢 中国大陆最近 黄标的股票 跟国内有联动 叫做化妆品的概念股 你看这个也是 我跟你说啊 跟你说而已 只有我们在讲 它基本面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说 同志没有 还有很好的股票 我这边看板里面还有两档 还有两档 我们准备带到会场去 让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利特那种模式的一个起涨模式 相关的股票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会场上来跟好好的一个解析 好当然是最后的观图还是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利特 这个就是利特 这个就是利特 这样的股票 你逮到了 你逮到了十几天就是一倍 而这种范例的话呢 这种范例的话 对于这个业内大户的话 很快啊 去用这个模式做上来 而且一定要有基本面的 相关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 这个未来这一两天 封关 封关红包行情的完全攻略 明天台中跟高雄 后天礼拜天 台北跟桃园 我们会长官会准备很棒很棒的福袋给大家 我们一起洋洋得意幸福一整年 请务必要赶快登记座位报名 我们呢 有准备利特第二的这样的标马股在等大家 谢谢大家 刚刚说到了在这个利特的部分 的确啦 这第十二支了是不是 每天追就追来不及追了 刚刚也看到好多 包括了张员啊 还有其他一些比较低价的个股 勇裕也是算是蛮低价的个股 不妨来参考一下 那么接下来行情 怎么来期待呢 既然看起来多头即将要启动 那么更多的行情 其余所定下礼拜一 我们的节目我们同学再会了 拜拜